大家好,在之前介绍的使用converse进行图像处理 我们都是将一个图像看作一个整体来进行处理 而并没有进行像素级别的处理 那么在这一章呢,我将重点向大家介绍 如何使用converse对图像进行像素级别的处理 那么其实非常简单 converse的context为我们设置了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叫做getimagedata 那么这个接口只需要传入四个参数 大家可以看出来这四个参数定义了一个举行的空间 getimagedata将xywh这四个参数所定义的举行区域的所有图像内容 都存在了一个叫做imagedata的对象中 那么这个imagedata的对象中具体包含哪些信息呢 主要是三个信息 分别是withhatch也就是这个图像相应的宽和高 以及最重要的我们在这一章的内容里最关注的一个信息data 那么data中就存储了这个区域图像中的像素信息 具体这些像素是怎么存储的 我们在后续呢再做介绍 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和获取图像像素相反的一个动作 也就是将已知的一个imagedata再给放回到converse画布中 那么这个接口呢叫做putimagedata 这个接口相对复杂一些 有七个参数 但是呢如果大家仔细的看一看呢 会发现它也没有那么的难 第一个参数很简单 我们要传入一个imagedata 那么通常我们对图像进行像素级的处理的过程 就是首先使用getimagedata 拿到图像的相关信息进行修改 修改以后呢再使用putimagedata 把刚才修改后的这个imagedata放在这里 作为参数传进来 以再放回我们的这个画布中 下面的六个参数 前两个参数dx dy 这个和joe image的dx dy是一样的 也就是在这个图示里头 蓝色是我们的converse 我们要把相应的imagedata放在画布的位移在dx dy的位置 也就是这个位置 那么后面的四个参数呢 在官方文档里把这个四个参数叫做dirtyx dirtyy dirtyw dirtyh 为什么叫做dirty呢 也就是所谓的脏数据 这是因为通常我们放回来的这个imagedata 已经是经过我们修改了的 也就是被我们污染的了 这个污染是要挂引号的 所以呢称它为脏数据 这四个参数在原始的图像中规定了一个区间 也就是规定了imagedata中所代表的图像中的一个区域 那么再把这个区域渲染到converse上 在这里要注意和joe image有所不同的是 dirtyx和dirtyy所代表的这个位移会累加到dx dy上 而不是将这个区域直接汇制到以dx dy为位移的converse的这个位置上 在这个图示中呢也画得非常清楚 大家可以看到最终这一部分区域所渲染的位置 离整个converse的左边相距的是dx加上dirtyx 离converse上端距离的是dy加上dirtyy 这一点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下面我们先来具体的看一下getimagedata和putimagedata的使用 我们在这一章里呢将主要使用这样的一个程序模板 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 在这个程序中html的部分我创建了两个converse 我将这两个converse呢分别叫做conversea和converseb 之后我做这个图片处理的程序 就是将conversea中的图片经过图形算法之后再渲染回converseb 那么相认的呢下面呢我有一个div这个div里呢会放一些按钮 那么在这一小节中呢我先不用这些按钮 下面我们看一下jarscript的部分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 首先我们获得conversea和contexta 进而获得converseb以及contextb 然后我们创建了一个图像 这个图像的source呢读取的是我在工程中放的一个叫做autumn的这个jpg 之后在图片读取完毕以后contexta使用draw image的方法 将这个图片完整的绘制在a这个画布上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程序运行的效果 左侧的画布a里头显示了这个图像 右侧的画布b呢暂时是空的 那么现在这个按钮呢我们也没有实现任何的方法 下面我们先尝试着使用一下getimagedata和putimagedata两个函数 我们为这个按钮的点击呢设置一个函数 我暂时呢管这个函数叫做filter 那么相应的在javascript中我就要建立这个filter 那么我们写上functionfilter 我们这个函数首先实现的功能呢非常简单 我们就尝试使用getimagedata拿到conversea这个画布中的内容 再用putimagedata把相关的内容放回converseb 那么这个具体应该怎么实现呢 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写上contacta.getimagedata 那么getimagedata传四个参数 然后定义一个矩形的空间 我这四个参数呢就是00conversea.vis和conversea.h 这样一来我们就拿到了conversea这个图像的全部信息 这个全部信息我们要给它复制给一个对象 我们管它起名的就叫imagedata 这样一来我们下面要做的事情 只需要把imagedata放回converseb就好了 那么这个应该怎么写呢 也非常简单 contextb.putimagedata 之后传入三数 首先我们要put的data呢 是我们刚刚获得的这个imagedata 之后我们填写dx和dy就是00的位置 我们紧接着填写一个30x30y00以及相应的dirtyvis和dirtyheight 那么就是converseb的vis和converseb的height 这里大家还要注意 如果我们的这个区域和本身的imagedata是一致的话 其实最后这四个参数呢 我们也可以省去的 那么在这里呢 为了展示效果我先放在这 此时我们可以看看现在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现在大家尝试一下点一下feater 可以看到左侧的图像 使用getimagedata和putimagedata 原封不动的复制到了右侧 我们下面再简单的做一个实验 我们putimagedata不put全部的data 我们从原来的这个data的5050的位置开始 相应的宽和高呢 我减去这个边距的两倍 也说是我都减去一个100 但是呢这里大家注意 我的dx dy写的还是0和0 我们看一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现在我们点击一下feater 大家可以看到 此时一部分图像放到了右边 那么这部分图像距离上下左右呢 各有50个像素 尤其注意的是我们的dx dy写的是00 但是我们相应的右侧图像的左上角 并不在00的位置 而是在30xy所定义的5050的位置 我们再来实验一下 将这个dx dy的参数值也改成5050 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此时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这一部分图像距离 左上角呢是100100这样的一个距离 那么这个再次提醒我们 put image data在操纵这个dx dy这个参数 和dx dy这个参数的时候 和dx dy这个参数的时候 和dor image呢是有一些区别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过我们后续做这个图像处理的程序呢 基本上不太会使用这个特性 我们主要关注的呢 是如何操作每个像素的值 我们在下一节将具体的进行介绍 大家加油 我们下车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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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